index 其实是一个花哗的说法 它所指的就是我们平时日常所说的次方的概念 很快的ecap一下 例如,如果我们看到有一堆相同的数量延续加上来 例如5加5加5加5 那你就可以写作 这里总共有4.5,那会写5乘以4 见到同一个数字连续加上来 那我们会用成法的概念去帮助我们更快地表达 即是可以叫做缩短上面的一条表达式 那...同样道理 这次是5,同一个数字自己乘以几次的话 那我们可以如何表达呢? 5乘5乘5乘5 那我们可以表达到5的4次方 那...就是...就是这样了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5呢 这个5呢 可以搜索是它的底 那...指数呢 原料的在想的就是4 那5的4次方 这个4呢 就是它指数 这些都是恕王的名形 只不是其中有超级的.. 那... 2的2就等于4 2的3次方就是2乘2乘2乘2 3个2次乘 2的4次方就是2乘4次 2的4次方,2的5次方 上面2的2次方可以叫做2的平方 2的3次方可以叫做2的立方 由于这两个是比较常用的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名字给他 其实你叫2的3次方也可以 但是有时可能一方别起见 我们会叫他的立方和平方 那下面那些就比较 日常心会比较小碟触到 那就叫做2的4次方 叫做2的5次方就没有一个新的名字给他 好了,那说完次方呢 那数学上面 就会有一个满软的程序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右边的这堆答案 那4 我们怎样可以还原做刚刚的2呢? 那我们就会给他一个新的符号 对不起 给他一个新的符号 那就是跟好了 那就是这样写的 那8的立方跟呢 一样是有跟好 不过这里会有4个3的 那16的4次跟呢 一样啊 那这里写4次 同样道理 32 开完5次跟 那这样呢 就会出到这堆2了 那由于日常生活当中呢 平时你所 只是就这样写这个文章呢 那些人就会 default assume了你是 二次跟 那所以这个二次跟呢 就不用写的 二次跟也叫做平方跟 和上面的道理一样啊 立方跟下面这些 就是没有一个 specific 没有一个 新旗的文章 那呢 这个就是开荒 那呢 今次到这里为止 都是新的 都没什么新的 都是recap 那呢 至于说index 那其实我们今次 有一些 新的 规则要和大家讲一讲的 例如如果我们看到 刚刚这个笔 就是说 我们看到 有 两个数 大家都是由同一个笔 相成 我们可以group 但是group 它呢 我们的次方 就是我们的index 这个呢 它就 倒转组会变成 加买了 就像这里 而第一条呢 就会变成2的8次方 3加5就是8 那除数的话呢 一样 这个只不过换了一个 表达式 而上面2的3次方 over2的5次方呢 就会变成2的负2次方 那负2次方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前些再讲 但是 表达式就是这样玩法的 那如果2的3次方 再 外面再有一个5次方呢 那就会把外面这两个数 相成在一起 那会变成2的3 5 15 15次方 2乘以3 那你当然可以在下面 变成6的5次方 但是今次我们是玩index 可以把上面这个次方 dissolve 下去 那就会变成2的5次方 乘以3的5次方 那同样道理 你如果遇到一个分数 有一个大次方 这个次方 也是可以dissolve 进去上面的分子 和分母 就变成这个表达式 或者可能大家 习惯代数的表达 那我们可以用代数 再讲一次 a的m次方 乘a的m次方 就是a的m加m次方 a的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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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是啊 在这一半我留多几秒 给大家 容易的recap 那 关于index 就先讲到这里 那最后 还有一件事 可以讲一讲 就是 可能大家都会看到 那些 咸素机 上面好像 没什么 方法找到 究竟怎样可以 例如 整个8次方 在哪里暗呢 先讲 这个普通的calcuter 这个就是 在windows上开到的calcuter 那 在这个field 上面 我们把它转回做scientific 然后这里有一堆数 例如 如果我想算 7的3次方 写下 7 的3次方 今天是母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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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呢 7 你可以按这个 按我们 GENEMIC 按 例如 按这个x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x 的y次方 这个 符号 你按完之后 就会有一个 叮叮在这里 然后再按3 按等于 那就会计到343 那同样道理 在左边看到的 这个咸素机 这个就是 那 等我写一次 在那 先 按 那 这个 是 7 的 3 次方 就等于 343 那 那 你可以按这个 按 如果遇到这些 行数机的话 按按就在这里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大家看到的巨头 啪啪 那 怎样按法呢 就是同样道理 先擦掉所有抹茶 那 按7 的 下了一个 7的3次方 Execute, 等一等, 它便會出一個答案 對了, 343 這個一般的數機, 一般的銜數機的按鈕就在這裏 而在Windows Calculator, 我們就可以在這裏找到一個電源的數據 你可以按這個三次方也可以 例如, 7 的三次方 它便會直接... 對不起, 手多手銜了一下 多一次, 7 的三次方, 它便會自己計算 那呢, 今天就講到這裏 祝大家不要新節快樂